欢迎回到美多新闻 一龙2H无人机在成功实施人工增与作业首次飞行 具备飞行的航程点 然后呢就是具备飞行的航程点等各种的特点 为中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提供精准安全高效的新方案 本次一龙2H气象型无人机任务从六盘水月 到机场起飞累计飞行近五个小时 作业影响区域覆盖贵州省碧节六盘水安顺等地 这是该无人机在贵州省首次完成人工增与作业 此后将拆展常态化的作业 作业重点将聚集在粮食生产关键区域生态修复保障区 重点流域等关键地带可有效的减轻干旱灾害性 天气的不利影响 为春季农业生产创造有利的条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